由于迷信穿山甲药用功能,且为了满足食欲,穿山甲遭到大量捕杀和盗猎。 短短三十年间,中华穿山甲几乎在野外灭绝。 2015年,国家林野局调查显示,野生大熊猫种群约有1800多只,而野生老虎数量不足50。 2017年1月1日,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,相关非法活动将面临严厉处罚。 一起行动,用法律保护野生动物。 。